早安,各位支持,梁兄早安,冬哥早安,全世界的人身体健康 OK,掙取一下时间,关于这个刚刚流禁 新型的扣落 是的,我希望澳门特区政府没有钓鱼庆心 因为这些事情可大可小,没有事有事的时候很难搞的 有什么意思 是的,这些事情不要开玩笑,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是猜不到的事情来的 OK,没有办法了 其实我先多谢了很多听众、市民也好,支持我 亦都给了个鼓励我,我很多谢他们永禁这么久 但是,由于今天我又看了《信报》 《国防报》又说在《十幅墓地》那里 其实我很多关于民生问题,我很想出声 但我想先了断这件事,因为拖了太久了,三年多 因为那些子章案,人齐各样都会拖这么久 好了,关于今天《信报》又买什么,谭米民未辞职 也有几个工会,又上了特首办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适合,工会我都会欣赏他们这么够胆出声 OK,东国,我们希望你们一会稍后你们几个支持 我想问一件事很有趣的 我曾经在你们的电台,在这里电台讲过 政府的守则在287 如果这个现在已经是属实了 蒲文部长卖的东西 已经摆明没有人了 如果不是谭米民那几个,或者已经告到蒲文部长脱腹了 已经证实了,他已经过在预审了 OK,他要开心,好了 为什么还没停职,什么都还没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第一,第二 他这个停职所谓独职 可判有期徒刑五年这个 这么严重的罪行 究竟他为谁呢? 还有,首先当时检察院要拿文件的时候 谁拿走了? 是陈黎敏司长,大家要清楚 他自己都承认了,3月2号拿走了 多少月交了,什么什么什么 证本,副副本,不知拿多少,交多少 待会又说报案,又说不见了 待会又说没有不见,什么都是他搞的 由头到尾这个 我现在想知道 究竟我们的法官,或者检察官 是不是 害怕了陈黎敏司长,连法律他都可以灵界的 可以高过这些法律的 如果是这样,我江山第一个以后 呼吁澳门市民不要相信法律 也没有立练判市民罪 澳门都会司法独立的 为什么说怕了呢,你觉得 为什么现在证据确凿 起码你现在说 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是他没事的 你告诉我们 陈黎敏司长没有份的 如果他有份的,你也说 为什么一点公布,一点都没有司法保密保密 到什么时候 三年几次张案,没有人走路 那些批斑案而已,为什么会这样 那些感觉就算是贩卖人口几十人 都会待会过了 有些已经激压措施,又这又这又这又 采取报道,什么什么什么 大哥,现在你看谭卫文那里 我现在给一个例子很简单 我好像上个星期我跟何以文谈 如果有新的证据,我说是2922 那个刑事诉讼法 为什么,如果有新的证据 对不住,何以文可能 我不知道他叫民族哪个部门 或者你们记者那里 我告诉他们 是二审没得上诉的 这个我再次去认证做 是没得上诉,当他开审的时候 他怎样上诉,我不知道 没得上诉 他现在有一件事,还有 我曾有在你们的电台讲过 关于这个守则,政府守则287那个 是如果法院未做 就现在立刻要做了 要通知他所属部门 所属部门是什么 监督实体是陈黎敏 还有特首知道了吗 如果知道他们当时特首 以至到陈司长都说会配合 如果他真的过庭 还没停职等什么 还在立法会选举做委员 有没有可能 还在管理民主 这个防范性第一时间要做 为什么还没做 是不是真的法律 我给一个比例很简单 为什么现在你看一下 廉政公署的部门这么大 很简单 你看那个邪惑2000那个 他都很清楚 第23条写了 如果一旦 如果警察院检控 预审确认了之后 是立刻停职的 就算他们本人 你扶文庄做这件事也要停职 你看他们自己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特别 民政众处 为什么是不是被市民或其他人怀疑 因你为了这些高官包庇 独职 或者各样 或者帮他们走 然后所以不停职 还有现在你这样 有意无意之中 坊间已经很多流传 是不是连检察院 发院都想包庇 但是这个当然我们不敢说 你猜测而已 如果这么说 因为为什么呢 被人怀疑推算 你明不明白 当然不敢说他有这样的事 我们看他盡快可以坑布 我也是想问你们电台 比如何宇文 他说他问了有关法律界人士 是第几条法例 说他如果提出新证据 可以上诉 有个乞丐跟我说 他没事 明天做床身的位置都可以 不可以的 好了 再问的 很简单 我觉得你们传媒界 有一件事做错了 不应该当日问选举委员会 业法官 或者冯文庄 第一我可以够胆大声说 他没有权回答你 第一 第二当日他们也说 那个议题不是这个 为什么呢 你们应该去问的 是问刑事法庭 问粗克法院 问检察院 这样才是直接的 这个人问 他们也有责任 即时 我老实说 他们现在应该公之于世 究竟这件事属实还是不属实 如果是属实的 行政当局 行政主导的 澳门 是不是立刻他的监督实体 陈书长也好 我们的特首也好 立刻要将这个人停职 不可能再被他参与任何职务 其实我们真的要谈讨一下 现在澳门对停职的计划 免不免些什么 要快一点点 还有啊 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 未见到记录处分 内部处分还未开 未见到 还有一件事 就是最近选举年 我怎么都说了 我见到 你看着来 保贤姐 将来来会有很多抹黑 你看现在多简单 我天天看这浦门报章 我只见到方永强天天在说 高点是什么 又说弄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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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你方永强做议员的时候 你做过什么 只是会遮守 现在你政府的资助 你那个资助是给会员 给你那个葡国餐那里 是会员 你现在自由行又能进去吃 旅游客又能进去吃 入管制又能进去吃 跟你差不多一样 你现在方永强来做什么 天天都吵来吵去吵什么 你想搞什么呢 这些就是选举的时候 那些骂傻的东西开始走出来 因为为什么 你那个拍档 文雍我都有份陪跑 有人选的 这些就是夹在那里 搞搞震 所以选举 我希望我们做得晚些议员 不是 最后一句 要最后 总之每一个议员都好 如果不加高官文责制 和立法会直播 这些议员你一个票都不用给我 通知